德法与美国贸易战可能要重启 舒尔茨推动中国收购芯片厂商 美国的战略被自己的焦虑又拆台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罗小飞 最近德国总理舒尔茨返华的计划公布以后 德国内部还有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一些个政治上的波动 比如说欧盟就警告德国 说你们德国不能单独跟中国签任何协议 但这话说的也很微妙 不是不能签 而是不能单独签 一方面是要制约德国 不想让德国脱离整个欧盟轨道 要求德国维持欧盟整体利益 另一方面也说明欧盟还不能把话说死 不是不让德国跟中国做生意 而是你舒尔茨不能吃毒食 要吃大家组团一起吃 但是欧盟拦不住舒尔茨 并且由于美国针对欧洲的不公平竞争 舒尔茨还有法国总统马克龙 对美国的共同忧虑也在日益加剧 所以最近也很希望通过跟中国的各种经贸合作 对美国进行制衡 现在两个人的口号都喊出来了 美国媒体报道标题是 舒尔茨和马克龙威胁对拜登进行贸易报复 这次德国总理府通过压制六个政府部门 强行通过了中资入股 但是在汽车芯片领域里边还是很有名声 尤其是这次收购呢 还会把艾茂斯汽车芯片相关的资产 相关的这个员工 还有服务合同 供销协议 雇佣合同 还有其他的全部的什么权利和利益 全部转过来 那么我们现在的芯片是依赖美国的 美国最近的芯片进行措施 虽然暂时还没有彻底打压中国汽车企业 获取芯片渠道 但是美国在汽车领域的不公平竞争 能把欧洲还有日本这些盟友都当对手打击 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提防 美国将来会进一步扩大芯片进行范围 打击中国的汽车厂商 并且拜登政府可是不惜牺牲美国企业利益的 所以这次我们收购了德国的全套生产能力 当然就有助于中国形成自己的 全套的汽车芯片生产能力 这对美国的战略包围 是一个有力的突破 所以德国政府此举对美国来讲 就是一次反击了 德国商报还指出 舒尔茨政府这次是把德国情报部门的 反对意见和警告都无视了 什么配合美国的政治正确 不要 那么法国方面 对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报复性的措施 目前还不清楚 不过法国也是欧洲内部 一直不服美国管的 为了维护自主性 当年还退出了北约 而且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作为一个合国家 法国还一直想站在德国的前面 来代表整个欧洲利益 又要跟德国合作 又不能让德国把风头全抢走 所以估计后续 马克龙也会在美国最敏感的部位上扎几针 美国能把德国法国弃成这样 也说明美国自己急了 它急于解决通货膨胀等一系列问题 急于让制造业回流 急于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取得压倒性的优势 急于稳固自己的国际秩序中的地位 他们不是说世界有美国领导才行吗 所以最后是为了压倒中国 就把原来有利于美国的西方政治格局 自己亲手开始拆掉 这也是美国进攻性现实与外交思想带的一个问题 说白了 什么都想自己控制 什么便宜都想自己独占 什么都想揽着 早晚要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 这个规律历史上反复出现过 只要美国还保持现有的外交思想 这个情况美国回避不了 我们下期再见